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带来五个新闻事件 第一个新闻事件是 科学家呼吁撇开世卫 由G7组织调查 进行病毒溯源调查 正当世界卫生组织 制定新冠大流疫病毒 溯源调查的下一阶段计划的时候 越来越多的科学家表示 这个联合国机构 不具备领导这次调查的能力 所以不应该让它进行调查 这个消息是美联社 7月2日发出的独家报道 报道说 一些专家 包括与世界卫生组织关系 密切的专家都表示 美国和中国之间的政治关系非常紧张 由世卫组织领导的调查 不可能获取可信的答案 他们认为 现在需要的是一次广泛的独立调查 与1986年俄罗斯发生的 切尔诺贝利核灾难调查类似 病毒溯源第一阶段调查 是世界卫生组织和中国联合进行的 今年3月份结束 那次调查得出的结论是 新冠病毒可能是通过动物传染到人类的 而实验室泄露是极不可能的 下一阶段的调查必须找到最初感染病毒的患者的详细病例 或者确定传播病毒的是哪种动物 比如蝙蝠 或者通过其他某种中间宿主 但是最近 这场大流异可能是由实验室泄露引起的 或者是由经过人工改造的病毒引起的观点 获得了更多人士的支持 美国总统拜登下令美国情报系统 在90天内拿出一个关于病毒来源的研究报告 上个月 世界卫生组织紧急项目主任迈克瑞安博士表示 世卫组织有关下阶段调查方案的制定工作 已经接近尾声 但是 瑞安强调 世卫组织只能通过劝说争取中国协助 它没有权利强迫中国合作 有种观点认为 这正是世卫组织领导的调查注定失败的原因 美联社引用美国乔治城大学世卫组织 公共卫生法和人权合作中心主任 劳伦斯哥斯丁的话说 我们如果依靠世卫组织 就将永远不可能找到病毒来源 一年半来 世卫组织一直任由中国摆布 非常清楚 世卫不可能查出真相 美国等国家可以通过自己的情报部门 把各种线索拼凑起来 修改国际卫生法 赋予世卫组织所需要的权利 或者另外组建一个新的机构专门负责调查 世卫组织的第一阶段任务需要中方的同意 不光是同意世卫专家入境 还要同意调查的全部议程 同意专家们提出的最后调查报告 美国罗格斯大学分子生物学家 查理德·艾布莱特称之为胡闹 他说确定病毒是否来自动物 或者来自实验室泄露 这首先是一个科学问题 是超出世卫专业范围 且具有政治影响的一个问题 上次人类发现 与新冠病毒最接近的基因是在2012年 之前有六名在中国云南末江通关镇 一个废弃矿场工作的工人 接触了携带病毒的蝙蝠后罹患肺炎 但是去年 中国当局封锁了那个矿井 并没收了科学家们获取的病毒样本 而且命令当地民众不许与记者谈及这方面的事情 疫情发生后 虽然中国当局最初鼓励专家调查病毒来源 但不久就在2020年初病毒全球扩散后 突然改变了态度 美联社在去年12月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 北京对新冠病毒方面的研究论文 施加了多种限制 强令所有有关论文都必须通过中央机构的审查 世卫组织顾问小组成员杰米·梅茨尔和他的一些同事 提出了一项电影 主张有关方面研究由工业七国集团成立的一个新的调查组织 负责调查的可行性 第二个新闻事件是 美国独立日假期旅行活动全面回归 有大批美国人正准备在独立日假期周末出行 许多人在经历了一年多的大流行病担忧和防疫限制措施后 正寻求恢复历年的假日传统活动项目 旅行事务组织美国汽车协会预测 本周末美国将有4700多万人乘汽车或飞机出行 这一数字意味着出行人数回到了2019年的水平 并比去年同比数字高出40% 美国人全传统上通过野餐 燃放烟花以及探望亲友来庆祝独立日假期 在今年的独立日 大型集会活动也回归了 全美各地都在计划大型活动 预计将有多达40万人来到田纳西州的纳什维尔 参加由乡村音乐明星布拉德·佩斯利领衔的庆祝活动 南加州的亨廷队喊滩 正计划举办一场为期三天的节庆活动 可能会吸引50万人 然而也有其他的庆祝活动 因新冠病毒大流行病而做出了调整 作为波士顿的一项传统 当地的独立日音乐会 通常会吸引数十万人来到查尔斯河畔 但今年该音乐会被搬到了160公里外的 坦格尔伍德音乐中心 音乐会组织方表示 在当地官员5月底解除新冠病毒疫情限制后 他们没有足够时间筹备在波士顿举行的大规模活动 他们说 波士顿仍会有烟花表演 但将在波士顿公园举行 而不再是查尔斯河畔 首都华盛顿的国会山7月4日庆祝活动 是公共电视频道上直播的庆典 但庆典组织者说 今年的大多数表演不会像传统上那样在美国国会大厦前 现场进行 他们将在纽约 纳什维尔和洛杉矶等城市远程举行 第三个新闻事件是 美国对缅甸及相关企业和个人实施新轮制裁 涉及中国公司 美国7月2日宣布 对于缅甸军事官员和与缅甸军队有关的个人与公司实施制裁 这是对这个东南亚国家2月1日军人政变的最新回应 被制裁的包括中国公司 美国财政部因为当局使用致命武力镇压 支持民主的人士 而正式制裁7名高级军方官员 财政部还制裁了15名个人 他们是之前被制裁的官员的家属 财政部的声明强调 这些制裁不是针对缅甸公民 而是意图在于加重缅甸军队的财务负担 方式是切断所有22名被指定个人 获取任何他们可能在美国所拥有的资产的渠道 作为一项补充行动 美国商务部宣布限制向商务部所说的支持军方 目前行动的4家公司的贸易输出 被商务部制裁的公司是为缅甸军队提供卫星通讯服务的王者 尊荣技术有限公司和缅甸军政权有财务关线的三家铜矿实体 万宝矿产及其两家子公司 缅甸万宝铜业有限公司和缅甸养子铜业有限公司 万宝矿业由中国国企北方工业集团拥有 这4家公司被纳入商务部被称为实体清单的贸易黑名单 这份清单限制美国向被列入其中的公司出口 只允许有限例外 第四个新闻事件是 滴滴出行刚在华尔街亮相一天 中国就对其启动网络安全审查 中国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7月2日发布公告 对中国网约车巨头滴滴出行启动网络安全审查 公告声称 启动对滴滴出行网络安全审查是为了防范国家数据安全风险 维护国家安全并保障公共利益 不过中国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 并没有对安全审查的细节或过程做任何说明 两天前 滴滴全球公司首度在华尔街亮相 标准 普尔和道琼斯指数 并宣布将于7月12日将滴滴全球公司纳入标准 普尔道琼斯全球股票指数 指数发行商 富士罗素之前也宣布 滴滴将于7月8日加入其全球股票指数 滴滴在华尔街亮相一天后 其股票暴涨将近16% 它也被视为是自2014年以来 在美国上市的最大的一家中国公司 目前不清楚中国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 启动针对滴滴的网络安全审查 是否与 该公司在华尔街上市已是有关 但是7月2日在美国上市的该公司股价 在盘前交易中下跌7.9% 跌至15.1美元 滴滴表示 他也计划对公司的网络安全风险进行一次全面的检查 并且会完全配合相关政府部门的审查 作为中国最大的网约车公司 滴滴成立于2012年 软银、阿里巴巴、腾讯和优步都曾向他注资 中国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的公告还宣布 为了配合网络安全审查工作 防范风险扩大 审查期间 滴滴出行将停止新用户注册 公告没有透露 这一网络安全审查将持续多久 第五个新闻事件是 中国扩充核武库令人关注 美国政府7月1日说 中国迅速扩充核武令人关注 并呼吁中国与美国接触 采取务实措施 以减少破坏稳定的军备竞赛的风险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在例行记者会上说 中国的核武扩充变得越发明显 而且似乎偏离了中国几十年来的 基于最低限度威慑的核战略 普莱斯的这番评论是对 与华盛顿邮报的一篇报道有关的问题所做的回应 华盛顿邮报报道说 中国开始在西北部的甘肃郁门附近的沙漠地区建造独立专家所说的一百多个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射并景区 普莱斯说 这种扩充令人关注 对我们来说 这再次加强了寻求务实措施以减少核风险的重要性 我们鼓励中国就减少破坏稳定的军备竞赛 有可能破坏稳定局势的风险 务实地与我们接触 这就是为什么拜登总统在与俄罗斯总统普京接触时 把战略稳定当作是优先事项 同样的道理也将适用于与另一个核大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接触 不扩散领域的专家们说 中国发展新一代核反应堆燃料的努力 将生产足够数量的核材料 有可能被挪用于制造核武器 好了 今天的言归正传大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明天再见